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名稱改的時候會有Texter的屬性 再來就是程式撰寫的時候需要叫出這個上面的名字 Texter是外觀 可是裡面實際上我們程式撰寫需要藉由ID 才能夠去指向他 所以我們必須按右鍵 Add ID 假設這個名稱我給他叫做簡單一下就是T T01好了 比如說給他一個名稱簡單一個名稱 這個的ID就是T01好了 比如說我這樣取個名字 他是T01 OK 那這邊按確定之後以後程式撰寫就是他就T01 然後這邊按右鍵這邊也是A的ID 這個叫B他預設是Button E然後就Button01好了 B01按確定 那以後這個就是T01 B01 那各位可以從除了畫面上可以看到之外 其實基本上這邊也可以看到 有沒有 蓋藥 T01 他是ID 他是B01 然後上面的訊息 他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TestView 他是一個Button 而且是刮鬍 對不對 所以呢 那Android用什麼方式去運作 基本上 第一個 你要先 宣告 再 連結 那宣告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上面有的東西 那要怎麼宣告呢 在我們的Man裡面 這邊Uncreate下面 那比如說我今天 我畫面上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TestView 那一樣嘛 你就是在 在那個 我們的 城市裡面的話 這邊就給一個叫TestView TestView 注意一下大小寫 名稱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 剛剛這邊概要 有沒有 這邊的TestView名稱 這邊都 都有了 然後這個TestView的名稱 也叫T01好了 我這邊 宣告一個 T01的物件 對 Y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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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